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伸出约1.5米后 再伸到适当的高度 然后将平板伸到位 并伸高平板 使轨道撑脚与地面接触 三 把液压脚盘离合控制手柄 转到分离位置 拉出钢丝绳至所需要的长度 然后 把吊钩连接到被拖车辆上 再将脚盘离合控制开关 转到接合位置 把被拖车辆手刹松开 急着地轮在可转状态 操纵脚盘液压开关 将被拖车辆拉上平板 用拉紧器把四轮绑好 并拉紧手刹 四 平板收进1.5米后 平板收进和下降要适当的同时进行 降平后收到位 平板拖车操作完毕 平板拖车操作完毕 二 微产拖车 一 把拖车停到距背拖车辆约2米的合适位置 踩下离合 将取力器控制开关接合 二 将拖臂降低 取出拖臂 取出抱胎支架 伸出拖臂 使抱胎主架碰到被拖车辆的轮胎 并用抱胎支架固定好轮胎 三 松开被拖车辆的手刹 急着地轮在可转状态 将拖臂收回到适当的位置 抱胎主架要有足够的旋转空隙 并升高到适当的高度 用拉紧器将轮胎绑好 四 踩下离合 将取力器控制开关分离 三 围铲放车 操作完毕 三 围铲放车 一 踩下离合 将取力器控制开关接合 并拉紧被拖车辆的手刹 二 松开拉紧器 二 松开拉紧器 把拖臂降低 卸掉抱胎支架 三 拖臂缩回 将抱胎支架放回原位 并升高拖臂 为铲放车操作完毕 四 平板放车 一 将平板伸出1.5米厚 再升高平板 使轨道撑脚与地面接触 二 把平板全部伸出 松开拉紧器 操纵脚盘烟压开关 将被拖车辆手刹松开 慢慢地放下平板 取下挂钩 并移开车辆 三 收回钢丝绳 重复平板拖车 步骤四 使平板回位 四 踩下离合 将取利器控制开关分离 平板放车操作完毕